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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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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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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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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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名词就是定冠词还有不定冠词 Now,我们来看看这边这个 这边这个就是一个的意思啊 比如说 I have a pen 我有一支笔 我说到a pen的时候 没有在指指定的哪一支笔啊 不是你上次圣诞节 交换礼物的时候 送给我的那支笔 并不是哦 我只是想说 I have a pen 我有一支笔 然后这边这个的呢 就是用来指指定的某个东西的 I have a pen 就是 就是我有那支笔啊 比如说如你问我 诶 有没有上次圣诞节的时候 送你的那支笔 我就可以说 yeah I have the pen yeah so 如果双方都知道你在讲的是哪一支笔 你们双方都有默契呢 那就可以用这个the so 我们总结一下吧 看看这里 I have a pen the pen is hard 我有一支笔 那支笔呢是硬的 第一次提到pen的时候用p 因为只是想表达我有一支笔 对不对 然后第二次提那个pen呢 我们就可以用the 因为我们双方都知道 我们都有默契说 我们在指的是哪一支笔 ok so there you go I have a pen the pen is hard now by the way the 后面只能放单数的名词 因为 就是一个的意思嘛 不过the 后面就不一定是单数了 后面可以是一个复数的名词 比如说 the pens 指定的那些品 或者呢也可以放不可数的名词 也可以哦 比如说 the juice the water the love now 接下来呢 我想给你看灌词运用上最常见的错误哦 now the跟the 不难啊对不对 就是没有要指定的时候用the 要指定的时候用the 就这样子而已 不过有一个非常常见的文法错误是来自这个灌词的运用的 就是 大家喜欢 漏家灌词 该有灌词的时候 没有放 应该说 I have a pen 的时候说了 I have pen 这个其实是因为中文是没有灌词 所谓的灌词这个概念的中文是没有的 比如说这个中文的对话 你有笔吗 嗯 我有笔 你看这个对话是不需要什么灌词的啊 因此呢很多学生就是会翻译成 Do you have pen I have pen 不过这些句子是错的啊 so 这个I have pen 应该是 I have a pen 对不对 这个儿是不能省略的 但是很多学生呢 他们就算他们的英文变得很好 他们还是会不小心犯了这个错误 那我们要怎么去避免这个错误呢 很简单 我只需要你记得一个概念就可以了 就是 这样子 一个单数的名词不可以单独放 Again 一个单数的名词不能单独放 不能空寥寥的 前面一定要再加一个字 so 这里pen就是一个单数的名词啊 它不是不可数的对不对 它是可以数的 只是它是单数 so 因为它是单数的 所以前面一定要加一个字 这个字呢就是灌词 不然就是er 不然就是the 要选一个 那我再补充多一点点哦 因为其实这个位置呢 还有几个其他的字是可以放的 也还有几个其他的字的 比如说 this that 或者所有格的代名词 my your his 或者数字 one 或者一些数量词 every each 这些字呢 我们叫做限定词 不过这个专有名词呢 er 不重要 重要的是 pen 前面要加一个这样的字 但是呢 其实下面的这些字 this that myer 这些呢 你要用的时候就会用 这些是比较不会不小心漏掉的 会漏掉的是 er 跟the 这些罐词 so yeah 每次你看到一个单数的名词 一个单数的可数的名词 它孤零零的话呢 你就要问问自己 诶 我前面是不是漏了一个er 或者the呢 这样的话你以后就不会再犯这个错误了 那我刚才呢 我已经cover了几乎你会需要知道的 关于观词的概念了 如果你了解了刚才我教你的所有的概念呢 那恭喜你 right give yourself a pat on the back you're good 95%的情况下呢 你都会用得很顺 然后剩下的5%呢 可能是一些特殊的用法 一些例外的用法 一些灰色的地带 那个5%呢 没什么啦 给你运用英文的时候 自然去习惯 自然去学习就可以了 嗯? 你确定吗? 忘记告诉你 文法老师就是喜欢考你这5%里面的内容的 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看看 这5%里面 有什么 我无法cover到所有的例外用法 特殊用法 但是我给你几个小补充 第一个补充呢 就是世界上很多独一无二的东西呢 都会用到the的 比如说 the sky 天空 the earth 地球 the north pole 北极 还有其他的比如说一些 世界上的一些重要的人物 或者某一些国家 或者某些建筑物 或者某些组织的名字 包子的名称也通常会有这个the 还有很多地理特征呢 也会有the的 比如说 大海洋 或者沙漠 the 都会有这个the的 第二个补充呢 就是the 可以泛指某人事物的 比如说这个句子 the pen is a writing tool 笔 是一种书写工具 这里的the 的意思不是用来指定的某一支笔 这里的the 是用来泛指笔的这种物品的 第三个补充 我想你看看这些片语哦 so 我们有pick up the phone see the doctor go to the toilet go to the gym go to the supermarket 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会听到的片语 然后这些名词的前面呢 都是有一个the的 可是在讲这些片语的时候 我并没有要表达指定的某一个电话 或者指定的某医生 或者指定的某个厕所 或者指定的健身房 或者指定的超市 那为什么这里会用the呢 哇 其实这种片语呢 主要想表达的是 做那个动作 或者做那件事啊 就是接电话 看医生 去厕所 去健身 去买菜 呀 重点都是在于这些动作 重点并不是想跟你纠结 哦 这边要用the 还是the 那我并没有说这些情况是不能用the的哦 是要看情况的 但是我只能跟你说的就是 我们的惯用语 我们只想表达 那个动作的时候呢 都是用the的 所以你要去厕所的时候 你会说go to the toilet 而通常不会是go to a toilet ok 那些呢你把它想成固定的惯用语 就好了 Guys we are finished 如果你想要这个影片的小讲义 就是一次高等官司的小讲义 下面有个链接给你下载的 下个礼拜呢我想帮你解答 well跟文差在哪里 什么时候要用哪一个 如果你不想错过的话 就帮我按赞 然后 wowwowwow hey 订阅哦 我的发言课程在这里 columbus.co 新的文法课程在这里 grammar.co 文法库 Guys that's it for this video and I'll see you next Monday